等了一年疫苗終於開打 政府統一口徑叫大家積極接種 不過接連出現注射後死亡的個案 究竟打不打好?打哪一種好? 相信是大眾最近的煩惱 首先對比一下三款疫苗 最早開打的中國製科興疫苗 使用的滅活疫苗技術有超過一百年歷史 應用在季節性流感疫苗多年 所以雖然有效率是三款之中最低 但賣點是安全 出現副作用的機會最低 而有效率較高的Beyond-Tek 復必泰 和尚未到港的阿斯利康 都是用了新的疫苗技術 出現副作用的機會較高 以上講的只是政府公佈的數據 實情是疫苗開打以來 出現了六宗注射後死亡個案 全部都是接種了科興疫苗 雖然官方強調兩者沒有直接關係 但翻查資料 政府專家顧問之一的梁卓偉 一早表明會接種科興以外的疫苗 而港大微生物學系港座教授袁國勇 更加親自接種Beyond-Tek 疫苗 再看看各國對科興的看法 菲律賓政府曾經嫌成效低 不讓醫護接種 波蘭指缺乏數據 亦不建議中國疫苗 似乎大家對科興都沒有信心 我們現在不是說疫苗會誘發了長期病去發病 或者令到它惡化起來 因為現在暫時真的沒有一個確實的數據 去說明這件事 譬如我們先說兩者來了香港 其實都已經經過科學委員會審批了 可以來到我們香港緊急使用 他們提供的數據覺得是可以讓市民接種的 不過要留意 科興提供的數據 只是針對18至60歲人士 香港給60歲以上人士優先接種科興 結果就接連出事 連河帕良都倡效內地澳門 60歲以上不接種 相反香港政府懶離 在短短兩星期接種的10萬人一別 不計六人死亡 還有至少45宗送院的嚴重事件 究竟長者和長期病患應不應該接種疫苗 雖然看到這些不幸事件大問題 這些不幸事件是沒有一個確實 我們看到它有一個明確的因果關係的時候 其實我們仍然是應該呼籲的 市民應該接種疫苗 你是處於一個良好的狀態 譬如說糖尿病的控制 你不要有相關的病徵 譬如經常都口渴、飲水 或經常都要去廁所 沒有特別,經常很容易累 另外就是你的糖化血糖素 HB1C 譬如說不是在8%以上 空腹血糖不是去到 雙位數10或以上 血壓,譬如你的上壓 不是140或以上 你的下壓不是在90度或以上 心腦血管的閉塞風險 很像頭暈、手腳麻痺 或者頭重重的情況 它在吃很多種藥 去控制一樣東西 醫生提過你 可能要考慮打胰島素針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真的要去再問 問醫生我究竟現在是否有多好呢 如果你本身已經有一些 心腦血管的問題 譬如做過通科仔 或者你以前試過 有輕微中風過 你又吃一些通血管的藥 譬如說阿士匹靈 或者其他一些抗血小管凝固劑等等 其實你是屬於較高風險的人士 你也是差不多時間 應該要見一見醫生去問究竟 這樣如果是一般健康人士 又應該怎樣選擇呢 其實真的很個人選擇 當事人他覺得 我需要一個比較強的保護 還是你看重疫苗的苦作用 譬如有些人 經常要接觸一些患者 譬如我說醫護 可能是選擇一些保護性強一點 但如果你說不是 我不會見一些高風險的人士 我又很少出街 那你可能就真是彈火氣 真的要看回你當事人 他那個日常生活 他的社交圈子 和他的工作性質是怎樣 還有你可以接受 那個副作用的程度是怎樣 累計六人出事 45宗送院的嚴重事件 但10億保障基金一元都未動用 事關委員會堅稱 頭兩宗的死者有長期病患 死因和接種沒有直接關係 不過有保險公司表示 接種疫苗出現負作用 不納入個人意外保險 至於額外的疫苗保險計劃 除非證實到死因或不良反應 和接種有直接關係 否則未必可以獲得賠償 究竟直接間接怎樣界定呢 直接扯上關係 通常我們都會說一些過敏性反應 譬如你說接種疫苗之後 你出現一些紅疹 口腫、面腫、氣速、心危 在一個短時間之內出現 可能在半小時至一個小時之內出現 萬則可能在接種當天 稍後時間出現 輕微當然是局部、注射、疫苗的位置 可能是紅腫熱痛、麻痺 這些是一些正常輕微的反應 不會超過一兩天 而且程度應該不會越來越嚴重 譬如你出現我剛才說 口腫、面腫、呼吸困難、心危 脈搏跳得很快、頭暈、半身麻痺 在這些情況下 我自己覺得你就應該要盡快求醫 求醫的時候 當然一定要跟前市的醫護人員說 你何時接種 你接種過哪一種疫苗 以及你在哪裡接種 方便他們可以盡快找得到 接種哪一種疫苗批次 疫苗在手 香港何時才可以回復正常呢? 許樹昌表示 如果有七成以上市民打疫苗 就會有群體保護效應 亦都期望年底或之前可以做到 何柏梁同樣指要有七成人接種 自有群體免疫 但強調疫苗不是百分百有效 而且不是全部人接種 預計未來一年到做不到群體免疫 加上兩針疫苗要相隔一段時間接種 要接種完最後一針自有完全保護 估計五月起自有完全的抗體 疫情何時可以舒緩得到 不可以只是單一看疫苗 疫苗只不過是整個防控的其中一環 現有在做所有的防控措施 包括邊境、口岸、隔離檢疫、強檢 仍然要進行 即使你接種了疫苗之後 不可以這麼快去脫下口罩 需要維持多一段時間 直到我們真的可能持續 確診數字歸零 社交距離才有機會放寬 當然接種疫苗的百分比 有些人士是不適合接種的 因為年紀太小 孕婦或者胃部母乳那些 年長那些 例如85歲以上那些 可能他們又未必會想接種 那裏可能是二百多萬人 會不會有更多的疫苗 可以給香港人選擇 而副作用又少 成效又高 這個都可能大大會提高接種率 另外一件事要大家留意 第一針和第二針 因為大家都是要接種兩劑 通常接種到第二劑的時候 副作用會比第一劑強烈些 這個情況都會出現在 這三種疫苗身上 所以我想市民都要有 這方面的認知和心理準備